上個公共廁所 也可以順便幫手機充電 台北市環保局推廣分散式發電 示範各種創能儲能方式 這台流動性廁所車出勤 自帶太陽能發電 減碳降污 還能降噪除臭 落實淨淋綠生活 那個工藝的話 可以3.8左右的那個KW 我們除了這個太陽能發電之外 我們還有儲電系統 它有五度電 所以創能儲能 另外一個這個還節能 這個三能要齊發 那目前來講 其實台北市在做這個創能儲能 節能都在用在住宅 這個建築物上面 但是現在我們也把它 運用在車輛上面 那除了可以減碳之外 還可以降污降噪 甚至的話 我們都要求說 車子停下來的時候 你不能代速不能逗轉 但是因為百姓梗還在車上面 那假如用了太陽能之後 你的冷氣還可以照吹 也許也不用代速 所以這個一舉速的啦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這樣一個動作的話 尤其的話同僚也很貼心啦 在這個流冊 流冊那邊 因為大家都去看這個 看這個活動嘛 有時候可能手機忘記充電啦 所以我們上面也有給百姓 來做充電的這個設備 這樣非常的好 那期待以後 這個移動污染炎 包括車輛這一塊的話 能夠推廣出去的話 在還沒有全部車輛電動化之前 能夠把一些 包括這個空調系統 能夠來吃太陽的電 那一點可能可以簡單的話 這個十幾趴這樣子來推動 早期我們這樣流冊的話 停下來的話 這個車子沒有動力了嘛 所以我們都要準備一個發電機 或是用柴油去發電 或是用汽油去發電 所以常常有噪音有味道嘛 那個的話 今天我們用太陽能 而且我們用那個 那個太陽能瓦斯非常的大嘛 所以我們裡面啊 我們那個風扇啊 有強力風扇 所以市民在裡面使用的時候 絕對不會有錯位 第二個 我們裡面裝有臭氧產生器 所謂臭氧的話 意思是因為現在病毒很多嘛 所以臭氧的話 你遇到這個矽菌病毒 他會把那個裡面的那些 化學件把它打斷 所以可以把這個病毒 跟這些矽菌把它處理掉 或是一些空氣污染物 所以的話 因為我們有這樣一個 大的太陽能系統 所以我們有裝置這些 污染防治設備 也保障使用者健康 那我們這台流冊車 主要發電的功能是 我們透過頂部有156片的太陽能板 那接收太陽光裡面的紫外線 那將紫外線吸收之後 產生直流電 那再透過我們 我們車上有一個逆變器 那他將直流電再轉成交流電 那一部分供給流测車的車體使用 那一部分會為我們 逆變器下面有一個 那個離鐵的充電電池 那一方面就會它充電這樣 好 那我們 太陽能板的面板裡面的數據 大概就有分幾部分 那一個是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可饒式的太陽能板 對我們的那個車體充電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是有在運作 那上面這一塊就是 我們的離鐵電池 它一部分 也有在對我們的那個 流测車充電 那中間這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內部流测車的負載 對它現在也是有在運作 那最左邊這一塊是 我們如果有外接試電的話 它會有數值在跑 那目前是零 就是往外面有外接試電的部分 這樣 對 那我們流测車 這台流测車最大 每小時最大的發電量 大概可以到3.84千瓦 那我們離鐵電池 除電量最大可以到5度電 所以我們為了充分的利用 我們的太陽能 我們今天現場的這些 音響設備啊 然後還有照明 以及流测車內部的 照明和衝水馬達等等的用電 今天都是用我們這台流测車 產生的太陽能來供電 泰比斯推動創能 儲能 節能 應用 除了在鑄商建築外 也應用在車輛上 借鑒新加坡巴士模式 期盼未來能有更多車輛用電 靠太陽能自發自用 減碳降噪音 而且可以提供舒服的環境 這個是這樣推 那因為這次這個翹豪 這個我也跟蔣市長到新加坡去 那我看到新加坡 叫做SG巴士 新加坡巴士的話 你看他們的話 他們車子 其實上面這個也都有裝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這樣子 這個其實是 我這次提員特地請教他 因為有去拜會交通局 所以我特地給他們做一個請教 那另外給我們科長 一位科長他自己自會 到新加坡去玩 不是新加坡 香港去玩 結果他知道局長在推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都職業病 他就照一下新加坡巴士 上面也有裝這個 那更加速我們科長推動說 我們自己的流冊也來裝 這個我非常感謝 為什麼感謝 今天雖然是我們流冊 但是我舉這兩個例子 未來台灣要進行轉型 逐步的進行轉型 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流動公測搖身一變成為行動電源站 局長也說跨年活動 可能就能看見這台車的身影 提升環保如測品質 也符合永續發展的期望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 好 再來喔 要不同角度請打蘋果光 再上次開動